南韩第59届百想遗述大赏于29日晚间落幕 宋慧乔从影27年总算以《黑暗荣耀》摘下事后 但他似乎没有特别庆功 隔日一早便前往纽约工作 在机场被媒体捕获时 还面露笑容 心情看起来相当好 宋慧乔在《黑暗荣耀》化身复仇女神文同营 终于在今年圆梦领奖 众多好友纷纷发文向他祝贺 除了同剧演出的独虫画家李梭罗金赫拉之外 与他合作惊悚新剧 自白的代价的韩少喜也仅首网络直播 不但贴出他在典礼上荣光焕发的美照 另有爱心符号 欣喜之情亦语言表 本届百想艺术大赏开出2.57%的高收视率 是过去四年以来的冠军 再加上开放TikTok直播典礼 网络观看署虽未公开 但据悉也相当惊人 此外 有YouTube翻出他20年前评 《All in 真爱宣言》 拿下SBS最优秀演技奖的画面 将相隔20年的领奖画面放在一起比较 引发网友朝圣 这段画面获得许多网友回想 许多人说宋慧乔20年如一日 根本没什么改变 但也有人指出 他越来越漂亮 而且还多了一份自信感 宋慧乔演艺生涯得奖众多 如今百想事后也收入囊下 让许多影迷为他开心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